我们记住一件事,我们就是借个球带动自己身体 借个球带动自己身体 最重要的一件事,在射球里面 它会改善你一个大家很多人都犯的问题 就是脚快手慢 手带动,然后拉它下来 手带动,手带动,手带动,拉它下来 你射球会稳定很多 手带动,手带动,手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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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来到第三课了 第三课我们就要加强swing的力量,向上抽的力量 在这个力量里面,你先要记住一件事 你要跟随你的手 我们用手带动 这个是用脚,用大腿的力量 这个是抽动 两者不是说第二个动作 抽动不是不用大腿 他都用大腿 但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由手带动自己上去 第一个就是你只用脚去跳 分别在哪里就是 好像刚刚Matthew射球的时候 他不是头中前的 你用脚跳,你都能跳到的 但是你就会整个人中前 用手抽的话,一般会直很多的 就是因为手向上抽的时候 你发力更具方向性 令到你个人很明显地将你的力量向上 第二,你向前是很难抽上的 就算你的头向前 你向上抽,你都会把你抽回直 所以记住在打篮球里面 我们关心就是手抽动 就算你起动也是 但是手抽动的第一个点就是 压实,压实,手抽动 待会这个练习,我们先背向南宽 然后举高个球 用手压低自己 记住这里核心已经在用力了 然后一,二,手抽起 转180度 然后再压swing,拉球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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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好 好 swing,good,swing起 对了,左手不够力,所以偏了去左边 再压 压 推了,开始一点肩膀推了 你会看到肩膀伸得很直 不要肩膀推,再来,go swing 轻松点,收紧个核心,对了 good,好很多了这球 Maffil试一下,再来 1,2,swing 抽起 你不要记住,不要只靠右手 举起球 我们是摆,摆的时候记住 左手用力 记住我们不要用右手举 因为太用右手,太用你射球的手法力 很多时候都会歪到另一边 因为我们是交叉的,法力会 不要用主力手举起 记住我们是借球 抽起 举个例子 我们踩钢线 为什么要拿着一支棍呢 就是其实它是借 我们控制一支棍 令自己身体直 我们记住一件事,我们就是借球 带动自己身体 借球带动自己身体 最重要一件事在射球里面 它会改善了你一个 大家很多人都犯的问题 就是 脚快手慢 有很多射2MOTION的球员 他会是这样 脚先动了 又或者是 脚落的时候 手上去 脚快手慢 所以记住 我们是 压抽动自己 所以记住 我们用手和球 带动自己 如果用重心和肌肉去带动你的话 你会发觉你很难入球 因为你会很容易向前 亦都控制不到球 手带动 然后拉它下来 手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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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它下来 你射球会稳定很多 再来,射多球开始 借球抽起自己 Good Shot Good Shot Good Shot 再来 借球抽起自己 借球抽起自己 对了 抽起自己 对了 借球抽起自己 没错 借球抽起自己 拉下去 没错了 明白吗 记住这个重点 我们射球 真的不是控制你力量 控制自己 控制旋转 清楚吗 好 今天 完 嗯 优越了 绝对